豆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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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子就喝起來比較平 然後也有一定的瑕疵率 然後加上 我覺得可能台灣對 宏都拉斯的咖啡了解度比較不夠 所以我們在市場推廣的時候 也會比較 消費者比較不容易去了解這個東西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我的Plan裡面有25%的Honduras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好的說明 我覺得蠻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們對市場想要的商品 能夠更針對性的去找到 大家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然後可以找到一些 更符合 消費者想要的口味 然後我們買家也會更容易推廣這樣的商品 因為我們自己有在做哥斯大一家跟 巴拿馬的Direct Trade 我坦白說他們是世界上最會產咖啡的兩個國家之一 所以我們很高興再找到第三個國家 可以加入這樣的一個陣容裡面 讓我們消費者或買家有更多的選擇 其實山洞豆的部分其實品質 不管是在Body或甜感跟乾淨度上 我覺得都是超乎那個薯價格的水準 今天我們也有參與一些 挑生豆的過程 希望可以幫大家帶來一些很厲害的日賽 其實他們在產地挑的日賽就 真的很厲害 味道上其實還蠻符合我們想要的東西 但他們量超少的 一定要把它買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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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